有个听众留言啊 他说新移民刚到洛杉矶 发现每次化妆的都很干 卡粉 这卡粉什么意思呢 专业术语啊 就是当你皮肤特别干的时候 你把那个粉底液啊 什么粉饼啊 用到脸上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的细纹 那那些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皱纹 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干了 那个粉卡到你的皮肤里面了 反正近看着挺恶心的啊 他说他有这个卡粉的现象啊 那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老移民 都是怎么在冬天化妆的 看来这个化妆这件事也要卷 这个新移民老移民 看来有这个区别 不过当然是啦 这个青铜和黄金码 主要是这个经验值的问题啊 那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会化妆的朋友 在LA的冬天怎么化妆 那美国这么干 那大家是怎么可以化出 华丽又干净的妆呢 OK那这位朋友呢 我今天帮你请到的 可不是老移民啊 是这个老移民当中的佼佼者 是他不仅是老移民啊 他还是资深的彩妆达人 经常跟我们的明星来化妆呢 就是我们的Ivy老师了 那Ivy老师呢 比较忙 他最近在演唱会 可以帮别人化妆啊 所以呢 特别为了你这个问题 为了我们的栏目呢 也是给大家进行留言 我们来听一下 Ivy老师 才不会让这个尴尬的情况出现啊 那我来教大家冬天三个保湿的小技巧 让你上妆呢 不再起皮或者是卡粉 那第一呢 就是早晚洗完脸之后呢 就算你已经擦好了化妆水 精华液 还有保湿乳液的程序 那是不是有时候还会觉得皮肤没有喝饱水呢 那我相信大家呢 都有这样的经验啊 那大家可以试试 在保湿乳液之后呢 再增加一个保湿的面霜 那保湿的面霜质地呢 比起乳液来呢 它会再稍微厚重一些 但是呢 它又会让皮肤呢 补油又补水 那隔天起来呢 皮肤就会有Q弹滑嫩的一个手感啊 那要注意的是啊 面霜使用的时机呢 建议是在那个睡前 能够在睡眠的时候呢 帮皮肤锁水 还有滋润皮肤 但不要在化妆前使用 因为这样子呢 它会造成粉底过于厚重 然后会影响上妆 第二点呢 就是将保湿的精华油 混合进你的粉底当中 一起调和使用 只要将精华油呢 滴一两滴 混合在你的粉底当中呢 它可以增加 那个粉底的一个延展性 然后加了保湿油的粉底呢 还可以有一样的滋润的效果 那但是保湿油的选择呢 只能选择比较清淡的 不太适合太过于厚重的精华油 才不会太油腻 那第三呢 就是洗完脸后呢 敷个五到十分钟的面膜 其实在保湿的过程里面呢 敷面膜它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 用温水洗脸 然后再用冷水洗 那冷热交替呢 才能让皮肤保持弹性跟光泽 那建议把面膜呢 放在冰箱 用冰的面膜湿敷的方式 然后再帮助皮肤补水 是最直接的 如果可以养成习惯的话 每天晚上冰敷面膜之后 再擦上所有的保养程序 只要你勤劳 一定都会看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这些步骤呢 或是技巧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在平常的保湿步骤中 花一点小小的心思 基本上就可以让你一年四季 都会有很好的保湿的效果 当然粉底上呢 就不会有卡粉的问题咯 哇 你看Ivy老师说了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哇 不过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说这个工程量也挺大的 不过其中我觉得有一些小 小tips很好用 比如说在这个粉底液里面 加上一点这个精油 或者说面霜的部分 特别是冬天 那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贵妇呢 真的要把面膜浮起来 如果你真的不差钱的话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牛拜网 去买我们的干细胞活化因子的这个面膜 它不光是面膜 它是微整形的面膜 你浮上去之后脸都会变小 那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也不是很贵了 就我们的牛拜网看一下好了 Nietvmall.com 我们独家的干细胞面膜很厉害 我们的牛拜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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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